K1顶到山头的位置 而天霸从另外一侧放倒了King 圈行给到了一个吸切过后 TT这边要跟K1势必有一战了 两支场上的满边队伍 在目前整个圈行东边的高坡 谁能够拿到这4v4的胜利 谁就可以决定在后续的圈行当中 拥有多大的地形势势 98k想要拉一个高点 但是位置被锁定了 再具备引爆 很难走掉了 但是另一边天霸从圈内的枪线 干扰到了TT的动作 甚至说呢TT现在的地形 慢慢被压缩成一个劣势了 因为前点呢有K1的4人 而98k这个位置还没能解决掉 如果你再往西边去撤退的话 那天霸的有胜力量也要顶到近点 而且关键是 TT挂后的这名选手雷仔 他手里没有雷啊 排不掉98k的位置 阿杰这边被天霸顶到了近点 那现在TT真的非常难受了 前有K1后有天霸 两边都是满边队 想要接赢的概率几乎是没有了 被两只满边共同夹击 现在TT有点尴尬这个位置 那么孟阳在近点的位置 也是不太好扛 因为前点的人呢 一直给自己道具上的压力 后点天霸的枪线呢 也一直干扰着自己 TT的阵型逐渐被压缩在了 一个小反坡之内 王子再寻思往侧一拉一下 也吃了一颗炸宝的手雷 放倒了孟阳 四打二 K1很有可能是往前压到高点 再一次放倒雷仔 只剩王子 有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K1这边还是拿下了东部的胜利 但是呢 牺牲了两人倒地 还有没有机会能够扶起98k 这是K1在这场比赛能否吃鸡的关键 但天霸这里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啊 对 直接三人驱车 加上领域从侧面的枪线包围K1 而这场比赛呢 对于NV的独狼来说 也有机会 如果两个满边队 在这种情况下打起来 只要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情况 他只要卡住天会要到 就有机会完成独狼吃鸡 天宇跟任一瞬之间 完成了对K1的反清 那么这场比赛 看样子天霸 应该是要收入囊中了 目前一个满边的天霸 只倒地了YDD一名选手 而且是有时间可以扶起来 扶起来之后 四打一 NV只剩下小姨 位置也被锁定 皮地干拉之后 最终由领域收下这个人头 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苏州天霸 恭喜苏州天霸 收下我们州决赛 倒数第二场的胜利 这场比赛呢 对于天霸 对于天霸 那我从来 非常高 对于天霸